今天是2019年2月23号礼拜六 接下来我向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跟前面一个视频就推荐的Github这个类似 这个应该说是Github的一个前身 或者是他的一个同胞兄弟嘛 一个大哥嘛 他这个出现的是比较早的 这个是SourceForge 这个是维基百科上的一个介绍的 这个是全球最大的开源软件 开发平台和仓库 他这个历史比较悠久 可能在200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 就是说互联网出现的时候 他就存在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是项目数量 在2005年6月已经达到了125090个呢 这个是用户数量 用户数 100 135万就这个 这个是他在中国大陆的一个被屏蔽的一个情况 2002年的时候被屏蔽过 是吧 06年也被屏蔽过 08年12年再被封锁 他现在基本上也是开放的 因为现在中国互联网已经是 这个规模太大了 你把这个开源软件 这个网仔堵了的话 其实对中国自身也是非常不利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开源软件其实就是 在大多数人眼里就是一个免费的软件 就是说程序员 或者一对程序员开发的一个软件 就是说把源代码开放 供所有放在这个网仔上面 供所有人使用 是吧 但是有条件的 就是这个是开放源代码的一个定义 就是这样 其实开 就是说 这里写着 许多软件开放源代码与自由软件 四为相同 自由软件就是免费使用的 那现在接下来看一看这个 就是这个网站了 他这个网址是 sourceforge.net sourceforge.net 这个是打开的一个页面 我刷新一下 这个网站跟github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说都是开源的 上面的软件都是免费供 就是说房屋的人可以下载使用的 当然有一定的就是说规则了啊 就是说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他这个sourceforge这个网站出现的比较早 而且他这个 因为这些软件都是免费的嘛 就是说可能对网站的生存呢 有影响 后来就这个网站目前有些广告呢 还有一些商业化的一个倾向呢 就是说内容存在 跟github不一样的 github完全就是说上面好像看不到广告 而且这个分类 他对软件的分类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说呢 这个是sourceforge的一个分类呢 这个纯粹是根据计算机时代的一个分类呢 这个计算CM 就是那次CADPLM这样 这个github一个分类 这个完全是全新的是现在互联网时代的 或者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分类 云计算啊 这个出现的 你看 这个是安卓 这个呢 亚马逊的 这个 比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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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都出现了 是吧 这个就是比较新的 C++是原来的 Dock Dock是云计算方面的内容 这个Fox这个项目 就是说sourceforge是github的全身 那它上面的软件也是免费的 因为这个考虑到一个运营情况 它有些就是商业化了 你看它这个是business software 就这块 那上面也有一些软件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说我就演示一下找呢 找这两个都是可以的 我收一下 我现在找一个VPN好了 这个现在找出来的不多呢 这个网站137个 那这是开源的 另外它有块商业的 这个是广告呢 前面是这个华靠 下面是这个 你看SSO一篇 这个4颗的 里面点进去呢 这个项目还是在 这个是最后的更新日期呢 这个16年的更新的 那这个下载数呢 这个礼拜就是说 This Week下载2079个 说明这个用途还是比较多的 点进去看一下 就是有点广告的 有些广告就这一块 这个是评论的 评论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每个软件需要就是说花些时间去看一看 这个就是说比较早了 16年之后就停止更新了 这个是19年的 这17年的 所以这个软件方面啊 新是Github新一点 就是说目前的活跃度比较高呢 SourceForge那些软件还是比较有些 就是说 古老 像PBX 像以前就是说 固定电话通信时代的一个东西 出现在2000年左右呢 互联网出现的时候 它就存在了 再搜一个啊 这里呢 看一下这个商业画 SourceForge Z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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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这些商业化的一个软件 那我收一下那个Proxy 它6块这个代理 6个6个 开源的有多少个 103一个呢 前面这个是广告 下面你看这个是 这个更新的 这18年的这些DNS proxy这个是SMTP的 就这些 socks find check 这个是3D的 3D 试一下中文啊 中文说出来应该不多的 代理 这个广告 161个 比getHub收出来少 这个是 就中文收出来的更新的 qoswork 那些 shooks hack 部署呢 这个也有 也有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算命的 这个 指挥斗数啊 算命的是吧 什么一斤啊 看一下 今 这些 这个点进去了 青少年压力表 看一下算命的 算命的18年做的 一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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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就这么个情况 一键部署 qos 看一下 一青年 不是 是shockdos 看错了 黑 hello 库呢 这有广告vm 解决方案中心管理系统 看一下啊 没人下载 下载了 没有 中文软件 也收出来不多 还是英文啊 因为这个计算机这块还是英文的时间 这边的 看一下那个开源软件的一个封锂啊 封锂 封锂 开源生命 开源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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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自由给开放原代码软件的一个列表呢 基本上是囊括了所有的一个种类的 看一下这个是目录 能共智能图像财务 nami技术 延价存储 intel网互联网 教育 游戏图形文件管理 医疗媒体 这个代码生成器 变成的安全的杀毒 这个细缝 这个是免费自由软件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 软件名称 CAD啊什么 这些 图书 这些都是免费软件的 其实这些软件啊自己个人用都差不多了 嗯 因为国外对版权这一块是看的非常严重 这个跟中国大陆不一样的 风险管理 统计学 化学 演讲 辅助技术 数据挖掘 数字资产 etl 什么 什么东西啊 这个 文件系统 广告相关的通信 IRC呢 互联网上的比较早的人就知道IRC 后来就 现在的 可能刚上网的就不大清楚了 P2P 这个 网络 教育的 地理文字书的话 基本上 就是 CD多媒体视频编辑器呢 密码管理虚拟技能 调四期控制版本 数据恢复 加密 磁板加密 防火墙 圣经学习 好 没了 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一些软件 所以 个人 你在电脑上 用啊 就是这些软件基本上都有了 相关软件 就功能不一样 可能他自由软件功能少一点 商业化嘛 那就这个软件强一点 像微软的 Office 是吧 其实免费软件也有的 大家就没了 就是说 最终还是 需要大家自己去 网上 去摸索 去了解的 好 谢谢大家